甩 轻轻的甩 你看我这个手 轻轻的甩 也会不会甩坏了 第一步应该是先给它擦干净 75%的医用酒精 这种片现在很多 因为口罩的缘故 家里边必备这种东西 这个味道很正常 虽然这个手柄平时不怎么玩 备胎手柄 这个酒精好多 比我买的酒精量足 这么多酒精它会不会进到手柄里 好 给手柄洗了个澡 我这个手柄还是比较干净的 没什么泥 我们看这个棉片 它是挺白的 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用衣服擦它能快一些 这两天北京空气特别潮湿 它这上面是有纹理的 手感不错 486MP 200MP 这啥意思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按照它这个缝去贴 第一次贴这个没什么经验 反正自个儿的东西差不多就行 我是手残档 基本上不会手机贴膜 看来贴个这个也很残 你们在贴的时候就好这个边 要严丝合缝一些 好 再贴左侧 左侧应该贴得好一些 我想你们肯定比我贴得好 如果也是手残档建议找女朋友 或者媳妇帮你们贴 或者孩子估计都贴得比我贴得好 可惜我闺女上学了 只能我自己贴 这个有点厚啊 没有想象的那么薄 我开始以为这种东西很薄 一个贴它怎么能够防滑呢 我原来是这样设计的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我之前还给我那个苹果笔本 贴过一个键盘的键盘贴纸 反正是自个儿的东西 想怎么贴就怎么贴 怎么输入怎么来 贴坏了再买一张 对不对 它这个贴合度还是挺好的 是为一名手残档 你看手都出汗了 手感还可以了 好再贴一个 这个大弧度是它侧面的弧度 这个尖朝下 这个大口是手柄下方 从上 这种手柄它是消耗品 手柄套 还有这种方滑贴纸 也都是消耗品 所以呢 也不用那么太在意 我们买它是为我们服务的 并不是我们为它服务的 咱们怎么高兴 怎么来 你看我 这个贴的就比刚才贴的好很多 另外它这个是有点弹性的 它还是比较好掌握的 你看我现在这是贴的第四块了 已经比第一块好很多了 手柄都贴好了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 然后再贴俩 把这个扳机给贴了 因为这扳机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扳机呢 一个是方头 也是这样 一个是方头 一个是细头 严丝合缝 回头啊 等你们贴完 最好把它放在阳台上 别直晒 给它通通风 像这种防滑贴 有没有必要买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 就跟手柄套一样 你说手柄套有必要买吗 喜欢就买 像这种贴也是一样 都是保护 还有一个就是防滑 这个我贴的也靠上一点 刚才贴的有点靠下 那你说PS5有没有必要买 其实也是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这就是玩 图一乐 你高兴就好 反正都是你消费 对吧 玩嘛 好了 有两个大的是贴在摇杆 再贴个摇杆 它有两个备用的 我之前买它家那个 罗技G502的那个脚贴的时候 它那个就是多了一个备用的 看来它家做这个还是做的很久了 在这方面经验还可以 回头啊 我再 这个忘了清理了 吹一下 特别喜欢这两个东西 估计男孩子都喜欢这两个 这八个小贴是贴按键的 如果不贴按键感觉不完美啊 这按键好像还没有擦是吧 这PS键就不贴了 也没有PS键的贴 我现在贴的越来越准了 拿死 差不多就行 好 这是完成笔 感觉还不错吧 自己DIY有一种小成就 手感好很多 防滑性能也好很多 防滑性就是你从这拿起来 别啪啦一下掉了 然后甩 轻轻的甩 你看我这个手 轻轻的甩 会不会甩坏了 没关系 甩坏了一年之年还管坏 轻轻的甩 轻轻的甩 然后这个腰的这个摩擦感 真不错 这个防滑贴啊 如果你们需要可以进我的橱窗 去看一下 在橱窗里有 我强烈建议大家在安装这个防滑贴之前 先看一下这个二维码的视频教学 不要像我一样 还没看 上着自己装 可能会有一些小瑕疵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